僵持不下的大普争议中最闷的可能就是行政院长江仪化 但是要如何发现呢 那就是领军行政院老棒队今天出战记者队 江仪化担任先发投手跟第一棒 果然呢老棒队是炮火全开 终于有机会猛轰记者们 以7比5胜利也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政院老棒队PK媒体记者队 媒体队先攻不过想要拿分得过 先发投手行政院长江仪化这关 记者队打带跑很快攻占一二雷雷包 让江仪化一开赛陷入小小的不稳 不过很快的手感就回来了 1K 2K 3K 江仪化连续三阵记者队三名中心打者 顺利解除危机 投款两局转成二雷手背表现优异 还没打完呢 郑宇 强劲有力 刚好打到我手 你说你们实力还没发挥呢 先发投手很谦虚 但老棒队除了手背坚强 攻势也不得了 江仪化和教育部长蒋伟宁 都激出安打 2局下开始老棒队更是全力猛攻 一口气连得4分 4局下半又再攻下3分 记者队则是一路苦苦追赶 但无力回天 最后老棒队以7比5拿下胜利 谢谢地盘队 双方握手致谢虽然只打了5局 但正月老棒队展现成军三个月的实力 拿下第一场胜利 将一话也拿下首场胜头 老棒队 战 老棒队 战 有点TV赖尾声林一云新北市报道